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妳當時的心情怎麼樣 就是我們說妳不要放下來 就是萬分感謝啊 因為我那天狀況真的很糟啊 既然萬分感謝 那妳為什麼今天還要來 因為就是還是要給觀眾一個交代啊 妳有感受到壓力嗎 節目播出後 嗯...沒有 只是想說 哇 怎麼這麼多人想要看我素顏 可是我不懂耶 觀眾的交代 有比妳自己的人生重要嗎 我無所謂啊 妳是放下面招發人生就結束嗎 就是大家真的會嚇到啊 就是讓觀眾生氣 也比人生毀掉好吧 我現在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糟糕 大家這麼說的話 我覺得他好有責任感喔 就是超有責任感 就是娛樂圈的人 對觀眾要有一個交代對不對 反正我們是這麼說 觀眾是衣食父母嘛 是 我就是完全是要為那些 平凡的女孩發聲啊 就是 就是要這樣子啊 要去哪裡嗎 要去哪裡 一直叫人家站起來 妳知道就是 過敏黑眼圈啊 就是皮膚妝很糟的女生 很多的事 就是要告訴他們 就算皮膚很糟 但是妳的人生 還是可以活得很快樂 哇 好勵志啊 好勵志 好勵志 我跟你講 這番話來講的熱血沸騰 可是等一下面料來還之後 電視前面過敏跟雀胖 女孩可能會遭受到更大的打字 妳說妳幹嘛卸她 妳們可以在妳的裝過生活啊 可是妳有 妳有勇氣承擔 等一下後面去拿下來的凍結感嗎 OK啦 因為現場會凍結耶 凍結就看誰可以來破冰啊 我們能看一眼 那個李愛妳先移架到這邊來 好不好 妳稍微遮掩一下好不好 沒有誇張吧 李愛 跟這個有 是一個人 妳沒有走錯棚吧 沒有沒有 真的嗎 對啊 妳這是怎麼了 妳說我是不是沒誇張 李愛 我跟你講 我們是拿出最隆重的方式 來歡迎來自內地的貴客啊 其實這個不是每一集都有 是大禮 大禮 等一下 我再恐怖一次好不好 好 喂 我跟妳講 妳不能這一集又糊弄觀眾一次 我們是不需要連續兩次 不是 我沒辦法講話 要給妳講 真的 我不願意 好 李愛小姐請坐 好 OK 那來 白白來看一下吧 今天應該要去看醫生嘛 有啦 今天有醫生在 所以也許可以解決 他應該有在看醫生 有 看到母官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就是 反正等一下看看專業的意見 白白會做 好 好 那個 好啦 我來處理好了 我跟大家約好 我們真心面對這件事 好 我們就 我們該怎麼面對就怎麼面對 好 然後不要讓 不要讓他在第三次受到這件事情的 折磨 好 我幫妳拿 好 好 妹妹 妳準備好了嗎 好 妳們啦 好 我主要三碗 我要把麵盜拿掉囉 好 好 上一次沒有交代給大家的 童童真面目 一 二 三